这部影片的话一分钟告诉你做空比特币是什么意思 以及该如何做空比特币 首先做空比特币的意思就是你先卖出比特币 然后呢等比特币价格下跌以后你再买回来 那这样就变成你在价格高点卖出了比特币 然后呢在价格低点买回了比特币 那你这样子高卖低买的情况下 你就能够赚到中间的价差 那以往现货交易的话 你必须要先有比特币才能够卖掉 但是如果你透过杠杆交易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先介入比特币 然后呢先卖掉以后 等比特币价格下跌了 你再买回来然后去偿还 那或是说像是你用合约交易的方式 你只要投入保证金到这个合约账户里面 你就可以先卖出做空 然后等价格下跌以后 你再把这个仓位平仓 也就是再把它买入 这样子的话一样可以赚到中间的价差 那像是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个订单的话 就是做空比特币的订单 你可以看到我大概是在57000的价格先卖出 那如果比特币价格上涨的话 也就是说你看现在是58000的话 那我就会亏损 那如果说比特币价格下跌 下跌到57000以下的话 那我就会赚钱 那如果说我赚钱了 想要获利了结的话 就可以点这个平仓来实现获利 那如果想要做空比特币的话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面的说明链接 来注册币安账户 还可以想要额外的交易所是非折扣 然后接着把USDT从其他交易所 转账到MAX交易所里面 然后再进到合约账户里面 然后点击黄色的双箭头 把资金从现货账户转移到U本位合约 然后输入你想要卖出的价格以及数量 然后按卖出做空 就可以做空比特币哦